有到我吃龙虾的季节 爱吃龙虾的朋友们注意了 自己在家里面如何做出好吃的油门大虾 去个道友 先把龙虾弄的炸起 搞油门加龙虾把龙虾煸炒一下 自己在家里面就不用捞住了 直接放龙虾了 准备点酱酸 再来一包这个消费过来油门大虾调料 全是实实在在的香料 人或调味料你都不用去放了 炒香就可以 炒香过后就直接了一罐啤酒 煮八分钟 把龙虾煮入味 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做出 小野店的同款龙虾 龙虾料是关键 我都是用的这个 消费过他们家的龙虾料 特别是油门味道的 很好吃 非常的珍重 一包料的话 住过三斤的龙虾 完全没问题的 有需要的朋友们 下方小吃吃赶紧排起来 这个油门大虾的调料 全是有十多种香料 给你调配而成的 是你看得见的香料 而不是搭成那种酱酱 你不知道放了什么 自己在家里面 用手就冷住 很简单 门植入味就可以出锅了 撒点香菜 葱花点植 是不是跟外面一模一样 糖汁都好好吃 想要吃 饭点同款的油门大虾 下方就有 李宁的同款龙虾料料 消费过他们家的油门 真的太好吃了 有需要的朋友们 赶紧排起来 真的太好吃了